早晨,大家好,歡迎收看《順望早市有計》 我們今天請來鷹業環球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陳秉強Thomas 跟我們分析下今早做的大事表現 Thomas,早晨 早晨 美股昨晚向好的道指和標普500指數 收市都創了歷史新高 在港股方面,上個星期,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內地公佈了5月份,官方製造業PMI的表現 好過市場預期 港股今日表現做好,現在在23,200點以上 今個星期行指,可以上網去什麼水平呢? 內地PMI算好 昨日公佈的美國PMI亦算好 顯示似兩大經濟體製造業 都算是可以的,都是確準之下之在 這個動力仍然存在 對港股一定是有鼓勵作用的 當然美股對港股的影響力 大家都知道近期淡化了 但無論如何都好,港股實到股沒有 但是現在2萬3千多點的時候 沒錯,大家開心 但是這也是過去試過2、3、4次 都是這個水平回落下來的 我覺得阻力也是不小 除非有非常好的消息出現 否則我覺得在這水平 試一試高一點的水平 然後回落下來的機會相對上來是大 上去上去3,500個 我覺得阻力非常大 現在我看的方向性 我覺得在這個星期 有機會在這個水平上回落一點 過去三天的端午節假期 一手扭到牆黃 當中看到長實旗下的全灣新盤 都出現加推 你認為這次一手扭市場是小陽春 還是樓市開始向好的情況 當政府將DSD 略為改變 好像是放寬一下 大家都在為止 對於儲存了的換樓人士的購買力 是有多大呢 端午節的價格中 似乎初試見到的效果 算是挺理想的 即使是這樣的話 恐怕政府對樓市的辣椒 一旦一日都不能夠放寬得多一點的話 對於地產發展股的股價 其實都沒有受大影響 不理會影響的 何況現在放在我們前面 向前看不會再減息 息口也是一個關注點 所以我覺得這次地產股的股價 或是地產的上升 都是一個反彈的小陽春日 機會是大一點的 沒有那麼快速 能夠全面那一邊 地產股其實近期都反覆向好的 當中看到長實的股價 在上星期就看到創了六年的高位 今天更加高開 見過141元的水平 其實長實的股價 短期再有沒有上升的空間 看那個動力似乎是挺充沛的 成交算是配合 其實指標也算好 但在140元上面一點的話 超賣的調整壓力 相對增大了 所以我覺得上升增細美元 還有上升空間 不過在145元左右 就會出現一些技術性的調整 可能去到140元 甚至低一點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都不形不時 見到金山軟件 納入了MSCI中國指數之後 今天的情況就表現到受壓 其實短期的股價你又怎樣看 很舒適 納入指數都不能將股價向上推 明顯見到投資氣氛是差的 大家對短期來說 都不算是很有信心 不過金山軟件的股價 到22元左右 是用來月初的低位來的 兩者的低位 其實指標是有所改善的 顯示到比較增大機會出現了反彈 但是基於剛才所說的 那個好消息之下 都不能夠最有很大的充氣作用的話 短期時間就不能記入太大厚望 我覺得短期時間裏面出現反彈 上面想要到25元左右 應該遇到的相當大的阻力 此以可適宜一個短線的操作 而暫時來說就沒有更細節 Thomas有沒有事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 多謝Thomas的分析 早事有計 明天再同大家見面 今天夠了 請遠點 請 請 約 歡迎 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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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